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非常新鲜 在这分享给大家 从台湾出发时 不知道荧幕有着外面的镜头 所以傻傻的 没拍到出发 机转机的起降影片 这是4月6日 要降落里斯本机场的实况录影 航线底下刚好先拍到 大耶稣像 即4月25日大桥 之前做功课的图像 现在就出现在脚底下 兴奋之情易于言表 感觉好熟悉又好陌生呀 大飞机降落 还真是平稳 不过毕竟是拿手机拍的 不管瞧什么姿势 总之都很晃就是了 再来就是回国时的起飞影片 先看看别的航线 飞机出发前 是怎么拖到跑道上的 飞机拖车 会先将飞机拖到跑道上 来到哪里的计划 来到哪里的这边的 这边的飞机拍到处理 再来到哪里的飞机 请回国时的飞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定位後 拖車離開 留下一位教管人員指揮 当飞机准备就绪 一轮灯亮起 飞机便慢慢滑行到起飞跑道 大概就是这样的作业模式 等一下就轮到我们起飞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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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立刻加足玛丽 往前冲 当达到福利后 便拉高几笔 起来了起来了 飞机飞起来了 赶快转换镜头 飞机不断爬升 飞机的影子越来越小 以后 本搜索完整的机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缘再会吧 米斯本拜拜咯 葡萄牙谢谢你们 再来是到杜拜转机的夜间降落 降落前女儿还帮忙拍了夜景 上面亮亮的该不会是UFO吧 仔细看原来是机翼尾灯 杜拜的夜景确实很美丽 各国机场都是一旬 埃考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方式 设置跑道降落灯 全球统一的配置跟规格 让各地机场不会差太多 这样全球的飞机驾驶 才有统一的语言 才知道自己的飞机降落位置 是不是在跑道正中央 下降高度是太高还是太低 尤其在能见度不佳的时候 才能做必要的处置跟修正 对准跑道准备降落 对准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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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跑道左右边的四个灯 都是两白两红 表示下降高度刚刚好 平安降落了 对准备降低 煞车晃得还是有点厉害 不知道大家运气了没有 接着在杜拜等候两个多小时的转机时间 终于要起飞了 这才发现飞机前 镜头不是很清晰 而且朦朦的 大家包涵一下 加剪看看呗 不过这镜头还真是模糊 而且而且起飞后又卡住 转换成肌腹下面的镜头 也是惨不忍睹 不知道在拍什么 没办法过了跳过吧 再来就是回国的降落 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国门 天气很好 落地是很平稳 平安回家 蛮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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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出国 拍到的飞机即将画面 希望给大家打发时间 回想一下出国的美好回忆 如果没有 那就看看我的影片吧 就这样拜拜咯 我们下期再见